在大自然中,物尽天择,弱肉强食,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 当动物们遇到危险的时候,手当其冲的肯定是自己的父母。 因为在父母的庇佑下,动物幼崽们才能平安长大,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。 父母总是付出最多的那一方,但是危急时刻,父母不在身边,或者自己的父母也正遭遇困境,孩子们会怎么做? 有这样一群可爱的雪啸宝宝,一夜之间全部消失。 雪啸妈妈着急寻找,最终的真相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 在高纬度和高海拔的寒冷地区,有着很多白色毛发的动物,这也是它们的伪装色。 其中有一种猫头鹰也生活在这样的区域。 也有着一身白色的毛发,是显得非常美丽的雪啸。 啸形木种类有超过130多种,这些猛青都被称为猫头鹰。 是因为它们的头部与猫很相似,而雪啸和其他啸最明显的就是羽毛颜色的不同。 其他啸的羽毛更多为黑褐色、褐色、灰褐色等。 而雪啸一身白色的毛发,配上一副萌萌的猫脸,就像一只白色精灵。 冬日的一天,一名男子在河边游玩的时候,发现一只很美丽的猫青。 一身白色的猫头鹰,可这只猫头鹰的个性不像是野生的猫青,其实就是一只雪啸。 男子不断靠近,这只雪啸也没有一点飞走的意思,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受伤了。 迅速求助林草菊,因为雪啸是重点保护动物,所以及时救助这只猫青是很有必要的。 至于遇到人也不害怕人,也不飞走,很有可能在中途吃了有毒的食物,中毒受伤了。 需要为这只雪啸详细检查,才可知道原因。 在相关动物保护机构的照顾下,雪啸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 考虑到野生动物应该回到属于它的大自然里,因此最终决定将其放生。 但是为了追踪雪啸后续的健康状况,工作人员在雪啸身上安装了定位仪。 5月的时候,雪啸从远方迁徙回来,开始谈恋爱,结婚,生娃。 这是每一只雪啸必须经历的。 雪啸最喜欢吃驴树了,偶尔也会捕食野兔、鸥和鸭等猎物。 美国生物学家丹佛霍尔特在研究雪啸的过程中发现,在北极生存下去,雪啸每天需要约500克食物。 捕驴鼠比捕食海鸟更容易得手。 雪啸的繁殖情况与食物的多少有很大关联。 丹佛霍尔特说,雪啸大概每隔两天才产一枚蛋。 在食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,最多可能产下12枚蛋。 在产卵孵卵期间,熊雪啸会负责捕食,带回驴鼠当食物。 当时放生的那只雪啸也早早地成了家。 这对雪啸在斜坡上挖了个凹坑作窝。 产卵孵出了两只小宝宝,一只叫大宝,另外一只瘦小的叫小宝。 雪啸妈妈一直守护在它们身旁。 食儿站在山坡上瞭望远方,也许是在等候雪啸爸爸回来。 只要雪啸爸爸回来了,就有东西吃了。 但等了很久,雪啸爸爸还是没有回来。 于是雪啸妈妈决定冒险出去捕食。 她轻轻啄了啄两只小雪啸,让它们在家乖乖等着。 妈妈走后,两只小雪啸就在窝里低声叫着。 大宝比较强,小宝比较弱,没一会儿就趴在窝里。 雪啸妈妈走了没多久,从山坡的另一端冒出了一只白柚。 她看到了两只小雪啸,观察一会儿后,没看到大雪啸。 扑扶着向前移动。 雪啸大宝察觉到危险。 求生的天性让她赶紧趴在草丛中,不敢坐身,尽量将自己隐藏在草丛中。 小宝虽然身体虚弱,但也尽力跟随大宝身后。 两只小雪啸安安静静躲在草丛里,至此躲过了白柚的攻击。 雪啸妈妈回来后,发现两只宝宝都不见了。 在半空中盘旋了许久,才在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他们。 幸好雪啸幼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,想出离开巢穴,暂避天敌的方法,才得以活下来。 又过了几天,外出捕猎的雪啸爸爸才回来,带回了食物,雪啸一家才得以团圆。 尽管身体虚弱,雪啸宝宝还是能够利用有限的条件保护自身安全,真是让人可叹。 类似这样的事情,还发生在内蒙古的草原上。 在内蒙古草原上放牧的人家,对蒙古狼并不陌生。 身形不大,跟蒙古熬差不多,大概有20到30公斤重。 一双眼睛贼溜溜的,四肢精瘦,奔跑速度飞快,一会儿就跑得没影了。 内蒙古新河县一户牧民家,有一天晚上就遭到了蒙古狼的光顾。 还算宽敞的牛圈里,只灌了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。 牛犊刚出生三天,小小的一只依偎在母牛的身边。 母牛躺在地上,懒洋洋的样子。 一只身材偏瘦的蒙古狼,悄悄地前进牛圈里,围绕着牛走,一直在观察母牛和牛犊。 走到这边看看,再走到另一边看看,也许是在看有没有机会下手。 蒙古狼看到牛犊,两眼放光,跃跃欲试,想上前捕食牛犊。 但碍于体型庞大的母牛就在旁边,又不敢上前。 几次试探之后,又退缩了。 按理说,母牛的互毒性很强,一旦察觉到有什么威胁到牛犊,就会气势汹汹冲上去。 但这头母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很淡定地躺在地上,不动如山。 难道,误以为狼是一条狗? 单独一只狼跑到牛圈里,外边也没有其他同伴,可见这只蒙古狼是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,想冒险捕食。 也有可能,狼窝里还有几只小狼仔,在等着它捕食归来。 蒙古狼不敢贸然对牛犊下手,也不甘心就此离去。 就在牛圈里转悠了一圈,也不知道是在等待机会下手,还是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吃的。 双方一直僵持着,狼没有吃的,不肯离去。 母牛已然安然卧在地上,但才出生三天的牛犊终于忍不住了。 当蒙古狼再次在他面前试探时,他慢慢地站了起来,乃声乃气地叫唤了一声,还上前一步,想将蒙古狼赶走。 出生牛犊不怕虎,也不怕狼,只见他迈着小细腿,再次向前进了一步。 狼立马后退,与此同时,母牛也按捺不住了,站了起来,走到牛犊身边,将它紧紧护在身侧,典型地护犊子。 这下,独狼再也不敢逗留,赶紧转身引入黑暗中,然后逃了出去。 主人从监控里看到这一幕,打着手电筒过来查看,只见母牛和小牛还站在一起,保持着警惕。 牛犊很平安,没有被狼伤到。 不管是什么动物,小时候肯定是最可爱的,然而它们不仅是可爱,刚出生不久就拥有快速学习适应的能力,简直是超能力。 不像人类宝宝,出生后要各种照顾,动物宝宝刚出生就要自己尽快学会自力更生,不然很容易被淘汰。 人类宝宝一般在一岁时才能学会走路,但不少草食性动物,例如山羊、羚羊等动物宝宝,出生三十分钟就要学会站起来行走。 陆地上的动物要学会走路,水里的动物宝宝则要尽快学会游泳。 这都是动物宝宝们刚出生就要具备的技能。 因此,我们不能小瞧刚出生的幼崽。 他们的聪明才智会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平安生存下去。